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36岁周姓男子平时是新北市中,和区中正路某冰浪滩间裁券行常客,周贤日前因手头紧,向女店员借钱却遭到拒绝,周贤一气之下,当日深夜便潜入地内四处搜刮,冰浪滩损失约30万元,还好周贤穿的是平常常穿的那双凉鞋,一眼就被女店员忍出。 警方巡献将其通知道案并依法送版,据了解,周贤当天上午就向女店员攀谈,本来想先放松他的戒心,接住便说出要商界万余元,最后遭拒。 由于周贤知道这家冰浪滩还兼经营彩券行,每天流动现金非常庞大,同时他也熟知地形地物,所以决定当晚潜入行窃,当日深夜20周贤撬开铁卷门入内,大四搜呱呱呱乐约20万元,并凑走现金近10万,周某没料到店内监视器 24小时运行,且在他入内时就已触发保全系统,店家清晨50点轻损失,同时警方调阅监视器,周贤虽然头戴鸭舌帽,但那双凉鞋一眼就被认出,警方遂寻现通知其道案说明,周贤道案表示,自己因为手头真的很紧,钱又借不到所以才会偷, 他也没料到凉鞋会这么容易被认出,而偷来的呱呱乐全属呱光,现金也以花用待尽 讯后,警方一切到罪嫌将周贤移送法办